彈起鋼琴 從容大方 國小六年級的男孩在學業和音樂上表現亮眼 但付出時間也非常可觀 梅雨補習班PO出一對兄妹的學習時間表 每天早上5點50分起床寫公文教材 7點半到下午4點到學校上課 放學之後除了完成作業 上梅雨補習班在車上吃晚餐 到公文教室報到練琴後再讀英文 一分一秒毫不浪費 最後睡覺時間已經是晚上11點 等於每天的睡眠時間只有6點5小時 而且從週一到週日沒有間斷 甚至家長先前的發文透露 讓孩子重寫200張考卷引發網友熱議 所以我當時PO出來是給大家看看 要這樣子 你要到達這樣子的level 是這樣子的行程 當然我個人是做不到 但是他做到 我個人給他大拇指 但是我這邊也沒有吹捧 說所有孩子應該這樣子 但這風波也波及兄妹倆的另一家 公文補習班 粉絲專頁一度關閉 甚至傳出有網友打電話到兄妹的國小 要求學校通報家暴 不過校方表示並未有投訴電話 也去了解學生狀況一切正常 但當時家長也表示 其實這樣的學習也是經過不少調適 兄妹倆適合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甚至到現在都還在調整 衛福部保護司也表示 是否構成兒虐事件 需要回到整體的案件評估 北市教育局則說 尊重家長的教育選擇權 TVBS的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